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的新闻概述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武汉 参加一场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的研头会 这不仅是一次对历史英雄的回顾 更是一次深刻的两岸文化遗产的共鸣 六十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进程到他的时代意义 一一展开讨论 而在香港影坛巨星梁朝伟再次以及出色的表演 荣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成为该奖匠的传奇人物 同时巴拉圭参议院议长的访问 强调了与台湾之间的兄弟起义 这些都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生动展现 借助让我们转向一个更加轻松的话题 那就是音乐的母少席用它 那就是音乐的魔力在成都天赋广场 一群特殊的少年组成的织了小乐团乐团 用他们的音乐吸引了众多围观者的目光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超越自我限制的故事 也是一个关于通过音乐找到自我价值和社会途径的故事 而在广西传统的三月三壮族情缘节 以众充满创新的方式庆祝 展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完美结合 最后我来看看一个更加严肃的话题 从中美经济贸易的紧张到吉隆坡机场的枪击案 再到亚利桑那州的法律争议 这些故事展示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多么的复杂多变 每一个事件都是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中的毅力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挑战与希望 也提醒我们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每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那么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启发你们的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背后的深层意义 在武汉举行了纪念郑成功诞辰400周年研头会上 2万6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同探讨了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历史进程 郑成功信仰在台湾的流变 郑日家族与台湾开发 以及郑成功精神的时代意义等诸多话题 这场研讨会不仅是对郑成功历史性固件的回顾 也是对两岸共享文化记忆与遗产的一次深刻认识 据《乔报》报道 郑成功这位出生于1624年的英雄 在1661年率领二万余将士和数百艘战船出征台湾 于1662年成功驱逐了统治台湾38年的荷兰殖民者 开启了台湾的赛人开发历程 他不仅屯肯开荒 建立行政机构 兴办教育 发展贸易 还弘扬儒家思想 重视文化建设 为增强民族凝聚力 做出了不肯无灭的贡献 台盟湖北省委会专局副主委刘江东和台南市文化协会创会会长郑道聪等人都在会上强调 郑成功文化是两岸人民共享的珍贵文化记忆和遗产 郑成功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 是连接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和文化桥梁 特别是在台湾郑成功不仅是民间推崇的英雄 更是在遇到水灾地震等灾情时民众祈求平安顺遂的对象 而在香港另一位英雄梁朝伟以其在电金手指中的出色表演 第六路荣获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帝 据联合早报报道 梁朝伟的奖项的传奇人物 据联合早报报道 梁朝伟的这次获奖虽然引发了导演王晶等人的争议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他以超乎常人的努力和执着 赢得了无数观众和业内人士的尊重和爱谈 他的妻子刘嘉玲在颁奖典礼上代表他领奖时 对梁朝伟的评价时 对梁朝伟的评价更是高度的肯定和赞扬 在国际关系方面 巴拉圭参议院议长奥贝拉的访问也成为焦点 东方日报 他于周日至周四对台湾进行访问 进行访问 期间强调了巴拉圭与台湾之间的兄弟起义 并坚定支持台湾 这次访问不仅是为了推动双方议会交流 了解台湾的政经和科技进步现况 更是为了加深两地之间的情感结合和深刻起义 无论是历史人物的纪念 影坛巨星的荣耀 还是国际友人的访问 这些事件都在不同的层面上 展现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以及人们对于英雄文化和友谊的真实和追求 这些故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继续传承和发展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仰岸青年的交流故事如同清新的空气 让我们看到了理解包容和共同成长的可能 据乔报网讯北京大学的台生刘玉甫分享了他的登陆体验 强调了两大青年应该心平气和自然而然的走在一起的重要性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认识 青年朋友理应多沟通常来往形成默契 若彼此不熟识 未来两岸如何走得亲近 这不仅是一种期望 也是对未来的一种美好事情 刘玉甫的经历是众多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和生活的一个缩影 据中金社报道 今年春天 二十位台湾青年随中国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到大陆寻根交流 他们的脚步遍布毛主席纪念堂 科技创新主题 音乐剧《一梦一真》《香山》等地 这些活动不仅增进了两岸青年的了解 也为两岸关系的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 来自台湾中原大学的于子义和王佩轩 在武汉大学的交换生活中 感受到了大陆的热情与亲切 他们的旅程不仅建于校园 还延伸到了陕西 重庆 云南等地 这段收获满满的精力 让他们对大陆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王佩轩对于能够离历史如此近感到震撼 而于子义则被大陆同龄园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执行力所吸引 北京大学的朱斐青 一位来自台湾的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他的观察更加深入 他认为无论是大陆的自然景观还是历史文物 都极大的吸引着台湾信念 朱斐青的经历告诉我们 跨越海峡的不仅是距离 更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文化的尊重 他希望两岸青年能够超越制度的差异 勇敢尝试开放交流 这不仅是对个人成长的促进 也是对两关系发展的贡献 而在另一个领域 英国剧院届最高荣誉劳伦斯奥利弗奖的颁奖典礼 与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隆重举行 如乔报所报道 这一盛世不仅展示了戏剧和音乐剧的魅力 也是艺术跨越国界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在英国戏剧界奥利弗奖的重要性堪比电影 及电视艺术学院奖和美国戏剧界的托尼奖 他的颁发旨在表彰在伦敦演出的优秀戏剧 促进了国际艺术交流与合作 然而世界并非总是光明和美好 灾难和意外也时常发生 据星岛日报报道 广东新会发生了桥梁工业意外 一座大桥在建设过程中发生倒塌 造成二人死亡 一人失联和一人轻伤 这一事件提醒我们 无论是在追求文化交流的道路上 还是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 安全和生命的宝贵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从两岸青年的交流到国际艺术的盛典 再到社会发展中的安全警示 这些故事和世界展示了一个多元复杂 但又锦利相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理解和尊重 勇气和开放 安全和责任成为我们共同前行的关键词 在一个世界充满了政治 社会和经济的挑战 每个事件都像是一颗颗交织着复杂情感和立场的珠子 从华盛顿到吉隆坡 再到亚利桑那州 每个故事都揭示了当下世界的多面性和深层次的争议 华产能过剩 耶伦不排除任何回应选项东方预报 美国财长耶伦在对中国的访问中 把焦点放在了中国在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板等清洁能源产体上的产能过剩问题上 这一问题不仅关乎经济 更涉及到全球贸易的平衡与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耶伦的态度坚定而明确 他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面对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 美国不会排除任何可能的回应选项 甚至暗示可能会上调华或关税 这种强硬的立场背后 反映出美国对于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决心 以及对于全球经济平衡增长的关切 耶伦的访问也触及了中俄关系的敏感话题 他明确表示 美国不会容忍中国的银行或企业违反制裁令 支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旨 这一表态不仅是对中国的警告 也是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表明美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和和平方面的立场 基隆坡机场枪击案 仅向边境及邻国发布疑犯照东方日报 另一边在吉隆坡国际机场发生的一起枪击案 引起了人们对于个人安全和法律制度的深刻反思 一名男子因个人纠纷向妻子开枪 导致其私人保镖重伤 这起事件不仅震惊了马来西亚社会 也引起了国际关注 警方迅速反应 向所有入境点和邻国发布疑犯照片 展现了执法机关追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决心 这一事件同时也揭示了家庭暴力和个人持枪的潜在危险 促使人们思考如何通过法律和社会制度来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亚利桑那州最高法院恢复1864年堕胎禁令后 民众持续抗议喬报 在亚利桑那州一条有着160年历史的堕胎禁令被最高法院 这一决定立即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和民众抗议 这条几乎等同于全面禁止堕胎的老旧法律 没有考虑到强奸或乱伦等特殊情况 其实施的人可能面临重罚 亚利桑那州的这一裁决 不仅对女性的身体自主权构成了严重的挑战 也引发了关于法律、伦理和人权的深层次讨论 民众的抗议活动不仅是对具体法律的反对 更是对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呼吁 这三个看似独立的事件 却共同描绘出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图景 从国际贸易的纠纷到社会治安的挑战 再到人权与法律的争议 每个事件都是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中的异地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冲突与挑战 也让我们看到了追求正义和改革的希望 在这个风繁复杂的世界中 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每个人都值得被听见 在一个世界充满了紧张与冲突的同时 也不乏文化与体育的盛制 使我们得以一亏人类多样性的美意 从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局势 到中国考古学界的巨大损失 再到成都即将举办了羽毛球顶级赛事 这些故事让我们见证了世界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东方日报》报道了一件令人紧张的国际事件 伊朗在当地时间上周六深夜 开始对以色列发射大量导弹和无人机 作为对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报复 这一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伊朗外长阿博杜拉西洋声称 伊朗在发动攻势前72小时已通知邻国和美国 而美国官员否认收到任何净凸显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也反映了国际间沟通的复杂性 与此同时乔报报道了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位泰斗 颜文明教授的事实 颜文明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教授 享年92岁 他的一生致力于考古学的研究 特别是对养勺文化的深入研究 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颜文明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科的引领者 也是一位卓越的考古学教育家 他去年还获得了世界考古论坛的终身成就奖 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最高肯定 在体育的领域 乔报同样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 成都2024汤油杯的吉祥物 熊嘟嘟和羽融融正式亮相 这两位以大熊猫为载体的吉祥物 不仅代表了即将在成都举办的世界羽毛球顶级赛事 也展现了成都乃至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魅力 成都2024汤油杯将是中国西部首次举办的世界羽毛球顶级赛事 预计将吸引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参赛 这些故事无论是国际政治的纷争 还是文化与体育的盛事 都是我们这个时代复杂多面性的体现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 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化与体育的力量 如何将咱们聚集在一起 跨越国界和文化的差异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人类的智慧 勇气和创造力 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在成都天府广场的一次路眼中 一群特殊的少年用他们的音乐 吸引了众多围观者的目光 这些少年组成的智慧小乐团 面临着心智障碍等挑战 却在音乐的世界里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舞台 乔报网报道 12岁的乐团主唱《玉儿》 虽然身高紧急大人肩膀 但他的自信和真挚的声音 却能深深打动人心 玉儿和其他乐团成员一样 面临着孤独症 唐氏综和针等障碍 但他们通过音乐 找到了自我表达到的方式 展示了非凡的人生天籁 知了小乐团的故事 是关于如何通过音乐 突破自我限制的故事 玉儿从一开始的坐不住爱乱跑 到现在能够路落大方的 完成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演出 音乐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而16岁的吉他手紫峰 和他的双胞胎哥哥紫云 也在乐团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此风说音乐让他感受到了与人的连接 这种连接是他渴望融入社会的一种方式 知了小乐团不仅为这些特殊孩子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也让他们通过音乐 找到了自我价值和社会途径 乐团的成功得益于家长的信任 和老师们的耐心指导 从2017年起 乐团老师张博少使用它 乐团老师张婉兴就开始培训特殊孩子 通过无数次的练习帮助他们形成了肌肉技艺 让他们能够自信的站在舞台上 随着乐团迎来越来越来越多的掌声和尊重 张婉兴的愿望让孩子们平本事 而非同情养活自己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在广西三月三撞足古老情元节的庆祝方式也在发生变化 乔冒网报道 近日广西南宁市的三月三市集吸引了大量民众参与 从民歌与电音的碰撞到明月与新国潮的融合 广西三月三在展现非议特色的同时 也创新出更多年轻态的玩法 其中爱在南宁脱单音乐会通过现场演绎 经典爱情音乐作品和设置互动游戏 为单身男女打造了一个星动音乐大派对 展现了传统节庆与现代文化的完美结合 广西三月三的庆祝活动不仅仅是一场节日庆典 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和创新的体现 从民歌盲河巴士到民歌DJ和音大赛 从湖上演出到中国东盟服装秀 茉莉花的咸乐快闪等行为艺术秀 都让民众能够以新领的方式体验和欣赏传统文化 这种将传统为与年轻态深度融合的做法 不仅吸引了年轻人的参与 也助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而在另一方面 中国的园林园和云冈石窟作为皇家瑰宝 他们的部分文物在历史上曾遭到掠夺和流失 乔报网报道 流失海外百年的圆明园兽手和云冈石窟的珍贵文物 部分已经历经万难除回故土 而有些仍陈列在海外博物馆 这场关于寻找和保护文物的历程 不仅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追寻 也是对中华民族记忆的手 从圆明园的十二生肖兽手 到云冈石窟的斧头像 每一件回归的文物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这些文物的寻护警展现了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尊重和珍视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持文化自信 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的决心 希望通过这些努力 更多流失海外的文物能够早日回到故土 让中华文化等的瑰宝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传承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